《长恨歌白居易》第七周 芙蓉如面柳如梅 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 秋雨梧桐夜落石 翻译解释 芙蓉开得像玉环的脸 柳叶而好似她的眉 此情此景 如何不心生悲戚 春风吹开桃李花 乌是人非 无胜悲 秋雨滴落无童叶 场面寂寞 更凄惨 西宫南内多秋草 落叶满街 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心 焦房阿贱 轻而老 翻译解释 新晋宫和甘露殿 处处处萧桥 秋草丛生 宫内落叶满台阶 长久不见有人扫 细子头已雪白了 宫旅红眼已经退尽 西殿迎飞 思巧然 乌灯调尽未成眠 迟迟中古 出长夜 耿耿心和预暑天 翻译解释 晚上宫殿中流营飞舞 乌灯游近 君王仍难以入睡 细数迟迟中古生 欲暑欲绝的夜非常漫长 遥望耿耿心和天 直到东方吐曙光